你在哪里堵了啊 太又被炸又热水 你马上试一下 我给你通了 来看一下它这个天餐热水 买车不要买在天餐的最好 在天餐的安逸看起来可以吹一下风 但是问题是热水的话就完了 我给它吹通了 之前的看见没有 那里面堵 之前是堵着的 我拿气管给它吹通着天餐 来我倒进去试一下 诶可以了 这边还堵着的 这边我这边没水通 你那边通了 这边通了那边没通吗 我这边没通 我这边还没通 然后那边已经通了 水流下去了 我看我这边怎么还没通呢 那也通了 再吹一下试试 你那不是已经下去了呀 水都下去了 再打一瓶再告一下 啊好好好 再试一下 买到天餐的车的话 这个天餐排水管 堵了的话 它在里面看见没有 拿毛巾顶着的 他之前早上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他的车子漏水 我说哪里漏水 他就说是天餐上面 我估计是天餐排水管堵了 那看一下这里面已经通了到这个位置 我看不见那个眼子 我的这个手机 排水桶 直接拿气管吹 来再刀 看下面就知道通了 看下面就知道 对对对 通了通了通了 再刀一下 通了通了 看见没有 那边先前倒水 这下面就在滴了 那边都在流水了 那边也在滴 可以了 通了通了通了 你都在慢一点 不行再推一下 好了再推一下就完了 应该没问题的 来朋友们 再大一点 再加 好好好 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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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朋友们听了听说这个声音 是什么声音吗 漏气的声音哈 哪里漏气我还看一下 刚刚就说了 把天窗 天窗那个漏水 给它弄好了 现在这个声音 漏气这么大声音 到底是哪里 要举起来看 可能要踩腹板 先举起来吧 来再来一下 这个是那个 增压器后面的限压法 漏气是正常的呀 这种情况 它这个限压法是 保护增压器的 保护发动机的 这个限压法漏气 加大油门 不能一松就漏气 是正常的现象 这个东西应该 跟这个没关系的 要么就是 增压器出问题了 不可能吧 有什么其他东西 没啥呀 要么增压器 还有一点点放机油 但是不严重 先这样吧就 有 应该是这个增压器 卸压法有问题 它这个 确实有着 是这种情况 感觉上 因为你跑高速快乐的时候 一下感觉到就就来了 现在的话 踩油没也是 一下感觉到就卸了 应该正常情况下 以前是一下就完了吗 很慢 是慢慢的 就松油以后 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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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完油以后 它卸去是 很慢 慢慢的卸了 现在是一下吃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 这个就一个 就确实是这个的问题了 就可能它 一下卸完的话 它就 不能 就直接 一下就停了 对对对 不能持续的给它提供 嗯 控制 是这个问题看来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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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里那呐 对对对对